路透社称 日本计划向大海排放的福岛核废水超过100万吨 据了解 日本东京电力福岛第一核电站 共准备了约1000个储水罐 目前9成已装满 所有储水设施的总容量约137万吨 预计到2022年秋季达到极限 国际原子能机构专家组评估报告明确指出 如果福岛核电站含川废水排入海洋 将对周边国家海洋环境和公众健康造成影响 同时 现有经过处理的废水中仍还有其他放射性核素 需进一步进化处理 德国海洋科学研究机构也指出 福岛沿岸拥有世界上最强的洋流 从排放之日期57天内 放射性物质将扩散至太平洋大半区域 10年后蔓延全球海域 绿色和平组织和专家表示 日本核废水所含碳14在数千年内都存在危险 并可能造成基因损害 而日本这一冒天下之大部位的行为 遭到世界多国的强烈反对 但美国居然与世界背道而驰 表示出令人费解的感谢 13号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 日方在未从尽安全处置手段的情况下 不顾国内外质疑和反对 未经与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充分协商 单方面决定以排海方式 处置福岛核电站事故核废水 这种做法极其不负责任 将严重损害国际公共健康安全和周边国家人民切身利益 中方强烈敦促日方 重新审视福岛核电站核废水处置问题 在同各利益攸关国家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充分协商 并达成一致前 不得擅自启动排海 中方将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 密切关注事态发展 并保留做出进一步反应的权利 就在同一天 据韩联社报道 韩国政府就日本决定将福岛核废水排入大海感到强烈遗憾 韩国外交部当天召见了日本驻韩国大使 就日方决定提出严正抗议 然而在一片反对声中 美国却对日本表达了支持的态度 美国务卿布林肯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 美方对日方在决定处理福岛核电站废水问题上的透明努力表示感谢 美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也发表声明 对日本决定表示理解 美国务院发言人员 美国务院发言人员